夏萍自行车道一案 目前在一二级工程完工后 县府进议会支持之下 也编定两千五百万经费 准备试做第三级工程 之前现场许舒华 专程带领县府团队下乡 召开说明会 请听地方诉求 今年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我们也编列了两千五百万的预算 那今天我们把它规划作为三级 跟我们的乡亲来做个报告 当地的议员 包括到我们的立场 都有提出很多新报告的意见 如何来做到一个条件 包括说可以安全性 要考虑得对 也可以兼顾的我们观光的功能 最重要的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发展 那么乡亲能够满意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所有的议员的 这些的建议 还有我们地方里长所提供的想法 重新带回去 我们再来做一些的调整 在这个规划的过程 我们一定会随时跟我们的地方 来保持联络 希望我们这个工作做出来 可以让大家都满意 夏萍自行车道一案 先与五月方向当肯定 能为地方发展带来注意 感谢许县长的用心 我们的海边自行车道 我们这边的景色 非常的漂亮 在保持 在早期 都有人来这里运动 管长 真的非常关心 我们地方的一般建设 和休闲 今天我们带来 2500万的经费 要来把这个海边自行车道 做完整 非常感谢我们的议员县长 自行车道一案的完成 不仅方便民众 运动休憩 更能为地方带来观光人潮 就这2500万的 可以把我们整个鸡子买开 整个环线的一个自行车步道 整个景点把它建造起来 第一点 可以让我们的 乡亲来这里运动 第二点 可以让我们游客 来这里 去到我们的鸡子 来消费 可以提醒 给我们 竹山正名的一些经济问题 县运陈玉林也坚请县府 要拖宽夏萍路口 改善交通 才能有利于自行车道 日后会地方 所带来的效益 管府 很好 他要来做一个 自行车的 一个环状的 一个自行车道 那因为夏萍 他是一个 很多元化的一个 观光的很多的 观光景点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还是 希望能够把这个 夏萍路的路口 打开 打开以后呢 除了说 能够创造 他整个车流量的 一个畅通以外呢 也能够减少意外发生 议长和尚方也期待 透过地方各界 即使广义之下 能让夏萍之行车道 第三期工程 规划更为完善 日后才能带来人潮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记者卢凯祖山 采访报到